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请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确认你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五个已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 结束一段感情关系 在悲伤五阶段里不断地来回 原本你以为说,诶,可能再也好不起来了 或是我就是走不出这个忧伤 有一天,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说 诶,原来你已经默默地放下了旧情 忘了前任 今天就要聊聊五个已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 你也察觉到了吗? 今天这一集呢,是个网友提供的一个题目 他就说,我要如何判断我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有没有一些线索可以告诉自己说,诶,原来我已经好起来了 今天就是来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推荐一间位于宁夏夜市的美食 叫做香酥地瓜球 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夜市的地瓜球摊贩呢 每到用餐时间都在大排长龙 宁夏夜市也是一样哦 今天要推荐的是位于宁夏夜市的香酥地瓜球 这间地瓜球摊贩呢 他近期就是换的一个位置 搬到了明生西路209号 那这间地瓜球跟别的夜市的地瓜球 有什么不敢换之处呢? 他们家的地瓜球啊 是用那个油炸盘 它就是除了油炸锅之外 它上面还有一个圆盘 然后它上面有孔隙 就是它在炸的过程之中 然后用那个铁盘不断地压那个地瓜球 会创造出那个蓬松感 但因为它那个上面的铁盘 会把油炸的地瓜球往下炸 往下炸中间呢 它就会是因为整颗都可以泡到油锅里面 不像是有些地瓜球 你要不停地翻搅 因为地瓜球是中空的嘛 所以他们就是会浮在那个油锅的油面上面 所以炸出来会有点不均匀 那但是他用这种方法 就是有个铁盘在上面往下压的状况之下呢 每颗地瓜球都可以被完整的包裹在那个油锅里面 所以就变成是它炸出来就特别的酥脆 加上他们家的做法 可能跟别的地瓜球不太一样 所以你吃起来 每一颗咬一次会卡滋卡滋 有点像是那种炸鸡排外面那个鸡皮一样 就比起其他地瓜球来说 它的那个外层会更酥脆一点 而且嚼起来会更有嚼正 另外必须说他们家的油脂用的蛮好的 就是你放冷之后吃也不太会有油耗味 就是单看他在那边炸那个地瓜球的过程 觉得很疗愈 就是蛮值得一吃的 那在此推荐给你 我觉得他们家吃起来跟别间的那个地瓜球 感觉不太一样 是值得一试的一个美食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放影片 然后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确认你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五个已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 第一点就是呢 你已经可以跟你的朋友侃侃而谈 你跟他的过往 也感到无感了 当你可以就是不带一丝感情跟情绪 很平淡地跟你朋友聊起 过往的旧情或是你的前任 这就表示呢 你可能已经真的放下你过往的情感包袱 以前你可能深陷在那个情商的漩涡之中的时候呢 举凡是提到你们两个一起过往去吃过的餐厅 一起去过的地方 或者交往过去可能参与过的一些活动啊 或是旅行啊 你每一讲到一个关键字 你就会觉得我的心很像美工刀 一刀一刀在隔着你自己的心上 你就无法淡定一对 但是当你就是已经走出来之后呢 别人在跟你讲说 你之前有没有吃过那个餐厅 哪怕你就是心里会想起说 当初是跟他去吃的 或是当初是跟他一起去旅游跟观光的 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他送你的 如果你现在已经真正的放下的时候呢 你就对于讲起这件事情提起这个人 或是讲到过去两个人交往的点滴 完全无感 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故事在看待 然后把它当成像朋友一样的存在 你也不会再去心中有一丝的泼烂 而这就是第一点 你如果真的走出来呢 你就可以侃侃而谈你跟他的过往 也感到无感了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你是否已经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呢 就是二 你已经不会在路上 再去搜寻对方的声音 哪怕你内心很在意对方 你以前可能跟这个人分手的状况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可能像是你分手的理由是不被善待 被劈腿啊 或被扎这样子 或是你遭遇一些背叛 离开的时候场面很难看 闹得很僵 但是你内心只要基于还有一丝爱跟情分 你可能就是那时候刚分手 你就会基于一种心里还会有点想念 跟有点期待 就在路上你就会不停地在看出 这个人是不是你前人 那个人是不是长得有点像他 在路上你就会期待着巧遇或偶遇 脑中就会不断地预演各种弄巧遇的场面 像是你要怎么打招呼啊 还是说你要装不认识 开场牌你要怎么讲 好像你要撂狠话 就这一切如果你还心中有他的话 你就是很难不去想这件事情 但一旦你放下了这个旧情 放下了这个前任之后呢 你在路上你就真的再也不会去搜寻对方的身影 你就不会有任何意识说 那个人是不是他 你根本不在意了 因为对你来说 遇不遇到早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你完全不放在心上 而这是第二点 如果你已经走出来了 你在路上你就不会再去搜寻对方的身影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你是否已经走出来了呢 以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就是三 你在看一些星座运势啊 或是什么心理测验啊 你不会再去注意他的星座 或是他的选择 当你看到星座运势 或什么心理测验 什么生肖啊 血腥之类的 就是你以前 刚分手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特别注意一下说 这个人的星座的好坏啊 或是他接下来是不是有桃花啊 或是他可能人生接下来是不是有些磨难 跟难关啊会遇到之类的 但是一旦你真心的放下了这个人 你已经忘记这个人的时候呢 你就是完全性的 不会想要去看他的星座 你看他跟我屁事 跟我无关 你就有种心态 就是跟他有关的任何的选择 或什么测验也好 生肖也好 星座也好 血腥也好 我跟你讲 你完全不会在意了 如果你发现 你已经完全不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那恭喜你 你已经慢慢地放下你的前任 走出旧情了 而这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如何判断你是否已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呢 就是四 你已经连着 好久没有想起这个人 你知道分手疗伤 这是一个很缓慢 漫长 然后时好时坏的过程 就刚刚讲的那个痛苦疗伤五阶段 就是你会不断地 有时候觉得自己好了 有时候又突然想起对方 然后又开始在手键 在划对方的社群软体啊 看对方的景况啊 在观察对方是否 哎呀就要另一半之类的 那如果你发现 你已经连着好几天 甚至好几周 都再也没有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 你已经从这个分手的泥脑里面 慢慢地走出来了 你就是会突然有一天 你突然意识到说 哎 我好像好几天 或甚至很久 没有去想起这个人了 那如果你有这个状态的话 表示你也慢慢地走出 分手的情伤了 而这是第四点 现在第五点 关于说 你已经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 就是五 你已经不再刻意回避 跟他去过的地方 或是跟他有关的东西 你会想说 哎不要看到 你看到你现在也无感了 你知道在刚分手的当下 你内心如果还放不下 你的前任 跟你的旧情的时候呢 最怕最怕 就是所谓的触景伤情 人们这个时候 你只要是接触到 跟他有关的回忆 比方你这间餐厅 跟他来吃过 或者这东西 是他送你的 或者你看到某个颜色 即便是颜色这么小的东西 啊这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或者看到什么东西 反正啊这是他以前 最喜欢或最讨厌的东西 你就会连结连结再连结 但如果你就真的 已经放下这个人的时候呢 你再看他同个东西 你就不会堵物思人 就像是张慧妹那时候 开门见山 那是个月亮 就是个月亮 不是地上霜 就是看什么就是什么 他就不会再去联想到那边去了 那有时候呢 刚开始啊 就是在刚分手 没多久的时候 你会为你避免 自己的情绪受影响 你就是会稍微回避这些地方 或是避免吃些东西 或是回绝跟他 反正他以前的书信 然后照片 你都可以的 把它收起来封存 避免就是突然看到 你就是内心一惊 然后又想起过往这样 但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很平静的 就是看到 跟他以前去过的地方 吃过的餐厅 看到他送你的东西 你完全信的 就是那 心如止水 完全没有起任何一丝 波澜的时候呢 那就表示 你已经不再在意这个人了 那表示你也是慢慢地走出 这个感情的低潮了 而这是第五点 好啦 今天就以五点来聊聊关于说 想确认你是否已经走出来了呢 五个已放下旧情的日常线索 你都有做到了吗 那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觉得 诶 蛮有道理的 不妨到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下五星的好评 或是丢给你身边 那个现在正在疗伤的朋友 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或是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咨询跟我联系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咨询搜尽 咨询